桌面有些配件是最新的APS870 SAI用的 首先我介紹這個美國製的光纖準星 未出這條管之前 這個準星其實沒有APS對的 但自從出了這條SAI Barrel 之後 它就超級適合的 夾進去就已經吃實了 其實它本身都有兩顆磁梯在底 假設你這個位置切斷它 你會見到兩顆 現在看得不太清楚 其實切斷這個扭開一顆螺絲 將它左移除 再扭開一顆螺絲便會變成磁性 磁力足以足夠保持這顆 所以就算真槍也不會彈走 尤其我們這些沒有彈走的氣槍 再介紹其他東西 Bowmaster 出了一對這些PIN 就鑲在APS870的Trigger組 它做了兩條粒坑 你們玩開便知道 整天的PIN會脫掉出來 或者可以鬆掉一半 這兩條片做了這兩個粒槽 就會令到它吃實了 價錢也很便宜 一百元而已 另外這顆按鈕 之前我拍片也拍過 現在已經到貨了 左右都可以移動 有一邊比較寬 一邊比較窄 也有一點CD紋在上面 即是環形紋 都做了一些曲位 容易一點 用手指的一塊肉 去拍著它 就打 另外也容易找到 大粒一點 找到你 穿回安全 當你打完那套 標準之後 另外鋼底板 給每顆殼改的 都回貨了 之前賣光了 這套 你裝了之後 會發現 跳得不太有型 但是始終你練過槍 就知道 用到花式崩了 APS的殼 這個鋼底 加上鋼煲 或者鋼煲上面的 鋼的Failout 大家都耐用一點 即是耐用一些連槍 對 有興趣的話 來我們CRW 看看這堆 APS870的配件